陆景林你有什么事 在这里不能说 我们看了他们三人的诗卷 怀疑他们作弊 现在需要核查一下 你就不用进来了 作弊不至于吧 有意思 怪不得龙潭市 今年可以进入前五名 以前龙潭市 好像根本没办法 参加省级比赛 原来是作弊了 我就觉得 那个文睿鬼鬼祟祟的 坐在最后一排 眼睛也不在自己的诗卷上 如果真的是作弊 那乐子可就大了 老韩冷静点 这老小子交给我对付 小地方出来的学生 素质就是差 品行差太多 学习就算再好又怎么样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本来需要操心的事情 就不少了 再管管我们龙潭市 学生的素质问题 您还用不用活了 现在猝死的事情 越来越多 当心一点啊 好好好 你们三个立刻起来 我们怀疑你们作弊 这件事必须严查 你自己看看这三份卷子 就单说这一题 你们三个解答的 几乎一模一样 你怎么解释 董明浩站在那 一个屁也放不出来 这特娘的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你现在打他一顿 今晚得住看守所 明天比赛也不能参加 只能毁了自己前程 董明浩你实话实说就行了 我本来打算明天再摊牌 今天说了也无所谓 我们做的一样 那是因为 我和苏培伟都是文锐教出来的 你要是不信 你拿出别的题来 我当场做给你看 不过你这是冤枉我们了 你必须公开道歉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师 我感觉你不配为人师表 文锐教你们 文锐自己连满分都拿不到 他怎么教你们 你们三个现在做这道理 分开做 陆老师 有件事情你可能想错了 我们不是你的学生 这比赛也不是你组织的 你有这个权利吗 好 就算你有 但是如果你错了 这件事难道就这么算了 行 如果我错惯了你们 明天比赛开始之前 我公开给你们道歉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见了 我看了一眼题目就开始解答 陆锦麟的心头顿时意紧 这怎么可能 这道题还是很有难度的 他就看了一遍就开始写了吗 写完了 他们俩写的应该和我差不多 因为他们的确是我教出来的 董明浩和苏培伟比我慢了十分钟 但最后也写出来了 陆锦麟拿起三个答案一看 这怎么可能 完美解答 一点披露都没有 最关键的是步骤还都是差不多 我们还要吃饭呢 你看完了没 看完了 就等着明天道歉吧 我们走 老韩 算是先帮你出了一口气 明天这老小子要给我们三个道歉 你不得请吃一顿好的 吃 你们想吃什么就敞开了吃 明天的比赛 文锐你不会还要空分吧 应该不会了 我打算超分 而且不仅仅是我 你们两个也要争取超分 明天的卷子会更难 我感觉没有太大的把握 老韩 这一次的竞赛卷子都是谁出的 肯定不是陆锦麟 是一个清华的数学教授 三份卷子都是他出的 文锐你想干什么 既然三份卷子都是同一个人出的 那我完全可以站在出题人的角度 来推测明天的试卷内容 等吃完饭 我写几道题出来 再加上超分解法 你们两个全都背下来 真的假的 文锐你能猜到明天的题 试试吧 就算没办法 全都猜到 但是应该也能差不多 随后 我在三人的注视下 运笔如飞 在纸上写下大量题目和超分解法 我一共写了12道题 我敢保证这里面绝对会有明天的试题 甚至有可能全部都是 最多会有一些小变化 以你们两个的实力 绝对可以完美把控住 哦 董明浩和苏培伟如获至薄 立马开始研究起来 第二天一早 考场外围满了人 那就是出题人 清华的教授 德高望重 陆景林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还有几个人 分别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导师 最后一轮的竞赛 如果表现得好 就有机会被他们看中 直接获得保重机会 话还没说完 陆景林轻了轻嗓子 昨天批改第二轮竞赛试卷的时候 我发现龙潭市的三名学生 试卷高度雷同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们作弊 但是经过核查之后发现 他们并没有作弊 现在 我公开道歉 对龙潭市的三名学生表示歉意 这证明这三名学生 的确天资绝伦 但是在学术的世界里 从来不屈天才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有一颗百折不挠的求学之心 才能走得更远 哪怕是天才 但是如果不够尊师重道 将来的成就 也一定极为有限 这样的学生 如果即便获得了保重的机会 只怕也会是一种浪费 真是恶心 这老小子 这是反江的一军 直接把重点转移到了 我们三人的态度上面